2005年9月 黎明参加老友聚会 遇见了模特乐基尔 那时黎明已经和相恋七年的舒淇分手四个月 乐基尔也刚刚和男友分手 乐基尔从小生长在美国 受西方文化影响 大胆豪放 性格独立 早在2000年 黎明成立Leon Steyer的网时 邀请乐基尔 为网页拍宣传片 两人自此相识 但那时他们各有所爱 并未进一步发展 这次两人再度遇见 闲聊了起来 黎明是红酒收藏者 谈起这个话题 便滔滔不绝 正巧乐基尔 也是品红酒的高手 经过一个晚上的聊天 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黎明和乐基尔成了酒友 经常一起喝酒聊天 大发寂寞时光 乐基尔嘴唇丰厚 有一张爱笑的甜美脸蛋 出道时被媒体称为小舒淇 让黎明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们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黎明从内地到香港 从默默无闻的小歌星 到光彩夺目的天王巨星 一路走来充满艰辛和坎坷 乐基尔比黎明小14岁 从小父母离异 15岁 独自一人 从美国到香港打拼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赛姆特界有了一席之地 相似的经历 让他们的心一下子靠拢了 有一天 乐基尔再次赴约 黎明早已在餐桌上 摆好两瓶上好的红酒 点了烛光 花瓶里还有鲜花 黎明为乐基尔倒上红酒 拉着乐基尔的手说 乐基尔 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哪个女孩能拒绝天王的求爱呢 两人坠入爱河 为了避人耳目 他们煞费苦心 一前一后乔装打扮到外面约会 可怎么小心 也逃不过狗仔队的火眼金睛 黎明和乐基尔的恋情还是曝光了 黎明以前的绯闻对象有 周海妹 王祖贤 李嘉欣 周慧敏 王菲 舒奇等女神 很多人说乐基尔配不上黎明 不看好这段恋情 有记者问黎明 乐基尔是怎样的一个女孩 黎明的回答质地有声 我喜欢的女孩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真是甜到猴死 2008年3月 黎明和乐基尔 赛马尔大夫结婚 这个号称花心大少的天王巨星 终于心甘情愿走上了红地毯 为了做个合格的天王嫂 乐基尔接受了黎明不省钱 不高调 不泡夜店 不接工作 不性感的五部指令 乐基尔不再接受访问 不再登台走秀 昔日着装性感的她 穿衣风格变得保守 黎明对乐基尔的改变很满意 对老婆出手相当大方 只要乐基尔喜欢的 她都买下来送给她 让她开心 乐基尔花钱如流水 据说结婚四年 花掉了黎明七个亿 包括五个亿的房产 两个亿的现金 还有游艇和豪车 看来黎明这个天王巨星 对自己的妻子格外宠溺 可惜生活不是偶像剧 黎明觉得作为男人 多多赚钱才能给老婆幸福感 所以全力投入工作中 乐基尔给黎明打电话 忙于工作的黎明 要么没及时接听 要么回复太迟 乐基尔感到被冷落 觉得丈夫没把自己放在心上 有一天 乐基尔在家实在太无聊 给黎明打电话说想去探班 黎明说拍片的地方条件不好 让他乖乖在家待着 乐基尔生气的挂了电话 和女友们一起去逛街 吃了饭后又去夜店跳舞喝酒 天王的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天王扫去夜店狂欢的照片 被蹬在娱乐小报上 还无中生有的说 黎明与乐基尔感情生变 黎明看到报道大为生气 回家之后和乐基尔吵了一通 乐令他在外要小心 每晚九点前回家 乐基尔看到报道也觉得过分 答应了老公的要求 两人重归于好 老公不在家的日子 乐基尔不是等黎明的电话 就是和朋友包电话粥 这样的日子无聊透了 他格外怀念以前自由自在的日子 为了改掉妻子的毛病 黎明在外拍戏 经常出妻不意查岗 打电话看他有没有在家 原本乐基尔以为老公关心他 后来发现是控制他的自由 产生了逆反心理 又悄悄抽烟喝酒 和朋友逛夜店 媒体不放过乐基尔 一言一行都被曝光在镜头下 黎明对乐基尔履教不改很失望 觉得他不成体统 观念上的分歧 使他们的感情大不如以前 乐基尔的好友透露 乐基尔十五六岁 就已经去夜店完了 当年他同黎明拍拖 之后结婚 初始好开心 但结婚的甜蜜气一过 两个人已经出现了好多问题 乐基尔不喜欢老公什么都管 交什么朋友要管 逛街出去见人也要管 连接什么工作都要管 有次乐基尔和一群朋友玩 多喝了两杯 不管周围他人的眼光 当场大声飙赃话 痛骂老公黎明 黎明不时出席名流高官的宴会 身为天王嫂的乐基尔 也要跟一般官太太打交道 乐基尔和官太太们 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没有共同语言 在上流社会交际场合格格不入 闷到不行 黎明斥资4800万 买了600多平米豪宅 知情人说别墅内装了很多闭路电视 黎明想给老婆制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不让那些记者拍到他 乐基尔却住不惯丈夫为他建造的豪宅 他带大帮朋友回家玩 都没有外面的夜店好玩 住在豪宅的别墅里 乐基尔觉得像做监狱 无时无刻不想离开 黎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得给老婆找个试作 因为乐基尔爱画画 2011年 黎明投资成立新欠有限公司 主理卖画业务 不仅能让乐基尔有势忙 还可以盈利挣钱 乐基尔对此很感谢老公 两人的感情回暖 可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香港八卦杂志说 黎明和张子怡拍梅蓝方时有暧昧关系 乐基尔看到报道 气不打一处来 为了这虚假的谣言 和黎明大吵一架 关于他们婚变的传闻 一度甚嚣尘尘上 黎明和乐基尔的婚姻 被传言推到风口浪尖 乐基尔情绪很低落 有一次 他做大嫂厨师 把家里的几箱子物品 搬到工业区货舱攒放 结果被港媒拍到 问他是否搬离两人爱抄 乐基尔懒得回答 说 也许 我不知道 港媒拿他的话大作文章 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和 黎明停下所有工作赶回香港 大骂乐基尔乱讲话 黎明发现乐基尔手背上 有烟头的伤痕 知道他用烟头自餐 又心痛又愤怒 将所有的烟和烟灰缸 扔进了垃圾桶 勒令他立即戒烟 传闻满天飞 黎明和乐基尔身心疲惫 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 他们的婚姻 没出现任何问题 乐基尔觉得 如果有个孩子 做了妈妈会成熟起来 情绪也会好许多 他开始戒烟戒酒 也不再去夜店 不久发现身怀有孕 二人兴奋不已 可惜高兴了没多久 乐基尔意外流产了 他们夫妇非常伤心 2012年初 乐基尔成为黎明 开设的经纪公司 企下艺人 并出任创意总监 可是 他发现和黎明 在一起工作很麻烦 黎明像在家里一样 在工作上 处处管着他 不给他发挥的自由 乐基尔生气地说 自己一两年内 都不会怀孕 又重新捡起 过去抽烟喝酒的恶习 并一返婚后 天王嫂的保守作风 处处和黎明作对 他们的婚姻 被磨得岌岌可危 2012年8月 乐基尔32岁生日要到了 为了修补感情 黎明送上价值 368万港元的 兵力豪车 作为礼物 还订购了一艘豪华游艇 准备一起唱 尤家乐比海 可临出行前 黎明说 工作忙 抽不开身 乐基尔冷冷地说 你要是不来 就永远不要来了 随后 乐基尔为爱犬 办理申请移民美国的手续 却没有给黎明送他的一只狗 办理移民 乐基尔的母亲 公开抱怨说 很久没见过女婿了 与此同时 黎明辞去了 夫妻联名公司的董事职务 黎明和乐基尔的婚姻 早已千疮百孔 年龄代沟和观念上的差异 使他们产生了各种矛盾 更致命的是 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 被放在放大镜下检阅 想要拥有一份不被打扰的幸福婚姻 对他们来说是可怜的奢望 自从2008年 黎明和乐基尔结婚以来 关于他们婚变的传闻 就不断建于爆端 2012年9月6日 香港周刊 在头版 报道黎明与乐基尔 已经于7月初签字离婚 消息在圈里掀起了风浪 黎明和乐基尔 却保持沉默 任由婚变传闻 越传越凶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